如果你沒有好好的把握當下 你可能會後悔喔 三時而立 四時而不獲 五時知天命 六時惡瞬 七時古希 如果你沒有把握 等你到頭來想要回憶的時候 會發現喔 都是一場空喔 我的天啊 阿彌陀佛 怎麼會有壞詞 怎麼會有壞詞 喂 但是喔 我們人的一生啊 要好好珍惜 因為生不帶來喔 死不帶去喔 人死後 只會剩下一堆的白骨啊 除非啊 你有熔爐的話 會留下兩塊矽膠喔 不過啊 讓人的意思是說 每個人啊 都有長處跟短處喔 我們一定要啊 一視同仁 不能以貌去人 每個人才會公平喔 但是喔 有些人心裡面是這樣想 嘴巴不是這樣說喔 他心裡面想的跟嘴巴說的不一樣 不是真的平等喔 所以啊 我們要心中常懷慈悲心 才可以 慈悲的看待眾生 眾生才會平等喔 但是啊 又有些人喔 喜歡跟人家吵架 產生爭端 就會造成有心結喔 但是啊 生氣是拿別人的過錯懲罰自己喔 一定要常懷慈悲的心 這個心結才可以 慢慢的 化解 開喔 哇 可是啊 又有些人啊 喜歡啊 跳過離間 但是俗話也說 靜坐常思寂過 閒談 莫談人的是非啊 如果你更能產生誤會 這個心結會像是這個圈圈 會解不開喔 所以啊 我們一定要懷有慈悲的心 這樣子啊 這個心結放回去的時候 才能夠 世界大同啊 上人眼發現 有些人遇到一點挫折 就想要結束自己的戲秒 千萬不能夠這樣 因為上天啊 給每個人這個生命 是非常的寶貴的喔 如果啊 你心意的就把它給解決的話 就太對不起上天了 所以天生我才必有用啊 想點好事做作 我 我 今天啊 唱人的拍子就到這裡 我的天啊 我一口口啊